上文书正说到 庆都带着稿妇和后裔夜叹幽州 在贡宫殿外 看见了土星和象瑶在逼宫 让贡主康霄交出神福 康霄至死不交 土星出主意 让象瑶杀死康霄 象瑶手捧宝剑照着康霄的背后 刷就是一剑 要是扎上 肯定给康霄来个透心凉 就在这紧要关头从窗外 飞进一枚担子 啪 正打在象瑶手背上 象瑶疼的啊的声惨叫 手一松 宝剑脱手 你别忘了 这时候剑剑是朝下 要是往下自然落体 扎在康霄身上 康霄也受不了啊 就在剑落下 剩两寸的时候 噓 又飞进一枚担子 啪 正打在宝剑面上 带着宝剑 呦 叮亮亮亮亮 离着康霄梁是远的地方 宝剑落地 这两枚担子打的这个准呢 都神了 向瑶舞着手背 直叫唤 土星吓得一跳 谁 此时庆都一手 往上一推窗户 拎着手用弹弓 巴大 把支窗户的木柜啊 给挑起来 身子蹭 打窗外 窜进屋中 窗户没人落下的 搞腹后翼 随后蹭蹭 也跳进屋内 清都听到向瑶他们对话 全明白了 土星向瑶是抢班夺权 又一听 放薰不是康霄抓来的 清都想 如果让向瑶他们夺了权 康霄的死就栽赃在我的头上 那时候 共工和一齐陈锋之间的仇恨 将永无休止 他们也绝不会再放放薰 不能让两人的阴谋得逞 他偷偷的 把弹弓拿出来 掏出了弹的丸 扣伤担子 一看向瑶 要对康霄下毒手 不能再等了 啪啪 灵魂打出两个弹子 打伤向瑶 打飞铜剑 救了康霄 啊 向瑶土星一看是清都 大吃一惊 你们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他一说这个 地上趴的是康霄 也把脸撞过来了 一看他认得呀 跟庆都打过仗 虽然见面不多 但印象深刻 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一看是庆都 康霄先问 我儿子呢 我儿子被你们抓走了 清都说 你儿子在我营中 放心他很好 我今天来 是找我的儿子 我儿子 在你们城里 被你们抓走了 有这事儿啊 康霄一咧嘴 真没想到 咱俩的冤家 今天要并肩作战 清都 你帮我杀了这两个人 我帮你找儿子 清都说 不用你说 项瑶是杀害我父母双千的仇人 我自然饶不了他 说着 把三脚插不弹弓 放在陆皮囊中 苍朗 抽出宝剑 直奔项瑶 后裔搞腹 也各拉兵器冲上去 是三战项瑶和土星 项瑶这时把剑捡起来 就想冲上去迎战 土星有心眼 急得一跺脚啊 心的话 你多大了 五十来岁了 跟这三个 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打仗 能行吗 再说了 后边的小孩 我不知道谁啊 但是 土丘山一战 我看得清清楚楚 就那个小孩 武艺高强 剑术绝伦 你我 根本不是对手 况且还有清都和狗父呢 但是能跟清都 银业探幽州的 也绝非等先之辈 咱俩人 那是人家对手啊 想到这儿 冲向瑶喊了声 打将军 快走 说着一转身 蹭就到门前 嘎嘎 把门打开 蹭蹭蹭 他先跑到殿外 高声喊道 来人呐 有刺客 向瑶这时候明白了 手被子被打轻了 还跟人家打呀 赶紧跟着土星 往殿外跑吧 康小着急了 快 追上他们 外边都是他们的人呐 其实清都 此时已经冲出来了 边冲边喊 师弟师兄 快 截住土星 后裔搞腹 随后来到殿外 两人直奔土星 后裔是飞毛腿呀 能和盘户比较力 速度多快呀 几下就追到了土星身后 轮箭就砍 土星没办法 闪身躲过 只好晃法杖 接驾相魂 土星身手 不一般呐 上回被俘 那是跑了一天一夜 体力消耗尽了 要是论单打独斗 他还真不怕 后裔和搞腹 现在是一挡二 打在一起 再说庆都 一出门 蹭蹭蹭 几下就感到 向瑶身后 抬腿照定向瑶身后 蹭就一脚 这下子 把向瑶踢的 啪 来个嘴啃泥 清都 一脚把他踩住 举箭 刚要刺 就在这时候 门外的守卫听到了 土星的呼喊声 已经闯进院内 其中一个人 抬眼正看见 清都把向瑶踢倒 这个人也是高手啊 伸手摘弓搭箭 嗖就是一箭 本清都 面门射过来 清都眼睛多尖呢 急忙往旁一片脑袋 插 擦着他脸过去 就这个机会 向瑶啊 双手一摁地身子 插 往前一蹿 然后站起来 登登登登登登 跑了 边跑边喊 放箭 快放箭 跑进来的侍卫 马上一下子 分几组 一次排开 当时就把弓箭 都张开了 这都是共工部 精锐的进军 训练有素 反应灵敏 一看向瑶 翻滚着逃回本部 第一组人 已经把箭尖 对准了清都 为什么不对着 搞父和后裔呢 因为那边 还有独眼的大法师呢 三个人在一起打 怕放箭把他伤了 那么向瑶 已经把空间 让出来 放箭 啪啪啪啪啪 一波凋零剑 奔庆都射过来 哎呀不好 庆都吓一跳 大将军 不怕千军 就怕凋零啊 赶紧左躲右闪 五栋小宝剑 搏打凋零 第一波刚射完 第二波又上来了 接着第三波 第四波 一波接一波 剑如飞黄 密不透风 可把清都累坏了 这要稍不注意 射上就要命 左躲右闪 上蹿下跳 把宝剑 舞动如飞 这时候向瑶 已经回归本队 刚才那脚 踹得真不轻啊 鼻青脸肿 胳膊强迫了 手背生疼 怎么摔到手辈子了呢 摔是没摔着 那不是被 庆都的弹丸 给打的吗 一弹弓 打伤了 两个门牙 给摔活动了 把象腰气的 庆都 你这个小杂种 想当年 我怎么没把你弄死 让你长大成了气候 看起来今天 我非要弄死你不可 他一伸手 从旁边侍卫手里 夺过一把弓 抽出一支剑 然后悄悄的爬上了院门楼上 这个地方居高临下呀 杠啊 吱吱吱吱 把弓拉开了 把剑就认上了 他偷偷的瞄准庆都 庆都不知道 他把注意力放在前边 这对弓箭手身上 那只汤狼捕蝉 黄雀在后 有人暗中盯着呢 象腰在门楼上 瞄了半天 终于抓住了机会 突然手一松 噓 一剑 奔庆都的前胸 因为居高临下 剑势迅机 等庆都发现 已经躲闪不及 甚至连闭眼的机会 都没有了 眼睁睁看着 这只凋零剑 奔前胸射过来 完了 就在这电光湿火的一刹那 忽然身后有人 大喊一声 闪开 呜 这个人猛的冲过来 扑在了庆都身上 用自己的身躯 挡住这致命一剑 扑 啊 一声惨叫 庆都被人压倒在地 等庆都这阵他清楚 就自己的非是别人 正是大师兄 狗父 现在狗父顺到嘴角 鲜血之流 他用最后的力气说 快 快走 啊 师兄 狗父 我的亲哥哥呀 这是师位们又把弓箭 准备好了 冲着庆都和狗父 啪啪啪 又是鱼桶 剑鱼 庆都也急了 抱起狗父 用脚尖一蹬地 噱 把自己身子望上 窜起三尺多高 啪啪啪啪 凋零剑全部射在地上 当第二排 弩弓手再射剑的时候 后裔 舍弃了土星 前来支援 武动铜剑 搏打凋零 快 快走 现在不能打了 是啊 狗父受伤 不知生死 保命要紧 走 往哪走啊 剑太密了 虽然后一挡着 但是 他能挡 多大范围啊 庆都那边 抱着一个狗父 那就一百四五十斤 行动不便 想躲 没地方啊 土星这时候 已经躲到 弓箭手的后边 恨得羊根之羊 射 给我射死他们 这要时间长了 后裔稍微不留神 再中箭 三个人 一个也活不了 在门楼上边的 向遥一看 哈哈大笑 小兔崽子们 今天叫你们 变成刺猬 哈哈 他又把弓箭 拉开了 他有点得意忘形 光顾注意面前的 没有防备身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沿着后墙 又上了一个 高台九 轻落步 捏足千宗 来到向遥身后 猛然抬腿 照顶向遥的屁股 去你的步 他 就是一脚 这脚踹着瓷石 其实不辞石 他也受不了 没防备啊 哎呦 一下子 从门楼上 刷 摔下来了 下边啊 正是几对 弩弓手 正张工 搭建 忙活呢 好嘛 从上边 掉下大伙人 叭击 正砸在他们身上 哎呦 我的妈呀 劈腾 扑腾 倒了好几个 剑也甭射了 全乱套了 最倒霉的 还是向遥 虽然身子 压在别人身上 没大摔着 但是嘴 正碰 前面那个脑袋上 嘎巴一声 刚才 门牙不是活动吗 这下 这两个门牙 算正式 光荣下岗 疼得向遥 捂着嘴直笑话呢 同时门楼上耍 飞神跳起一人 手中拿着青铜剑 对着近卫军 可就下手了 劈着扑着 气着咔嚓 一时间 血光渐阳 惨叫连连 一边杀一边喊 快走 这就给了庆都他们时间了 往哪走啊 四周被围出不去啊 庆都犹豫 哎呀 往哪躲呀 没地方啊 就在这一阵 在屋中的 汤霄说话了 快进来 都进来 我带你们走 说着连连的咳嗽 什么什么 他带走 他都走不动 怎么带我们呢 哎 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 没这个时间 闭一时试一时 躲一会儿 试一会儿 庆都拖着狗父 后一保护着 退到了大殿中 这时进刀院中的侍卫越来越多 不光是弓箭手 刀斧手 长毛手 全接来了 开始攻向那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一看情况不妙 虚晃一见 往后一纵身 他也没地方跑 只好自喽 也进了贡宫殿 进屋了 到了屋里把门 光当 关上庆都 才看清楚 这人青纱遮面 看不清面目 不知是谁 现在也不是 道歇的时候 把门光好顶上 跟他们拼了 康肖说话了 拼 你们拼不过他们 你听 就听外边乱糟糟的 已经逼近了贡宫殿 土星高喊 青都 你已经被包围了 赶紧放下武器 束手就擒 否则 我们要签弓了 本儿等剁成肉泥 弓箭手准备 你们上这边 你们上那边 上房 开始不止强弓了 屋里人十分紧张 可那康肖 满不在乎 对青都说 哎 你们跑是跑不了了 都过来 坐到我的踏上 把我也扶起来 这回大家才注意 康肖可真康了 趴在地上 到现在 没拱起来 还在那趴着呢 后裔说 哎 你耍什么鬼主意 小孩子 怎么跟老人说话 没规矩 你们享活命吧 享活命 拼我的 后裔回头看看青都 此时青都觉得 搞夫的身上 已经被鲜血染透了 呼吸微弱 搞夫哥哥 你撑住撑住 后裔啊 听他的 上去 没有选择 四个人全上了 康肖的踏上 现在也顾不上 康肖有病没病 传染不传染 后裔把康肖 也舟到踏上 这个踏很大 但是上来五个人 就显得挤了 康肖说 你们别站着 最好坐下 挤着点 大家不知道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都听着呗 全坐下了 康肖队后裔说 小子 你头顶右上方 油盏灯台 把他握住 往里使劲拧一下 啊 后一看 就靠自己的额头处 有盏青铜灯台 有小擀面棍那么粗 上面有个灯碗 里边点着灯 这就是 共康肖晚上照明 看书的床头灯 有什么用呢 后一用手 抓住了灯台 那种湿针 往里一使劲 怎么一拧 就听着嘎巴 支扭扭扭扭 转动了 紧跟着几个人 就感觉身后的塌下 嘎巴 唬咙 一阵乱想 可了不得了 山下的地面 好像地线了一样 呼 康肖的整个床榻 直接掉了下去 大家一时失重 吃惊飞小 但没等大家明白过来 砰 床榻就砸在了地上 大家稍微一颠簸 没大事 怎么软着路啊 但这个地方 黑咕隆咚的 什么也看不见 往上看 刚才还有灯光呢 随着大家坠落 灯光也消失了 好像地面呢 又合拢上了 后一问 这什么地方 康肖被震得 剧烈咳嗽半天 好容易止住后说 你摸摸 应该还在你的右上方 比刚才位置 稍微远一点 还有一盏灯 灯下有火石 火莲和火蓉 把灯点着了 后一赶紧一摸 果然有盏灯 摸到了火石 火莲 火蓉 这些东西是取火之物 那个时候 没有火柴 打火机 人们怎么生活呀 最早是 做木取火 后来发现 有一种石头 和金属相碰 可以产生火花 就把这种石头 叫做火石 又称随石 就是随人士 那个随 不是传说 随人士 教过人使用火吗 所以纪念它 叫随石 火石和火莲 打住火星 溅到火蓉上 就能把火蓉点着 然后人呢 再慢慢的吹 把火星吹成火苗 再点着 蜡烛 油灯 柴火 就能生火了 说要简短 后一摸到这些啪啪啪 打着了火 把灯点着了 立刻亮了起来 康乔又说 这里四壁啊 都按照油灯 把它们都点着 亮一些 后一举了这盏灯 找到了墙壁上的油灯 火把把它引着了 立刻这里照如白天一样 大家这才看明白 感情这是个地洞 周围都是石壁 石壁上许多盏灯 旁边有几口缸 后一打开一看 里边有水 有的里面有米 诶 这什么地方啊 木地 啊 坟地啊 这是我给自己挖的木地 一个人死了 寂寞 让你们陪着我老头子 一起死 多好啊 哈哈哈哈 嘿 老家伙 我宰了你 他往上一送 后一就要动手 康乔啊 一点都不在乎 宰了我 你也得死 何必费这个力气呢 别宰我 还是看看 你们那位朋友吧 弄不好啊 他得逼我先死 啊 后一赶紧回身 看稿夫 此时庆都抱着稿夫 哥哥 你振作起来 我给你包扎 给你上药 庆都哭着摸药 稿夫紧紧抱住 庆都声音微弱地说 不必了 我不行了 不许你这么说 哎 真不行了 庆都 我能死在你怀里 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的哥哥 庆都啊 哎 我不想死 但已经到这了 只是我死之前 有一事相求